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小强。 今天早上,刚打开新闻,铺天盖地,都是詹姆斯哈登加盟布鲁克林篮网队的消息。 作为目前东部最受瞩目的一支队伍,篮网在此前,已经拥有了杜兰特与欧文两位超级球星。 内线还拥有前篮板王小乔丹,服役外线神社乔哈里斯,看起来篮网队是本赛季整个东部最有希望打进总决赛的队伍。 而在哈登加盟之后,他们也将成为洛杉矶湖人未免路上的最大障碍。 仅凭想象哈登加、杜兰特加、欧文这样的组合,都让人无比兴奋。 如果这三个人能够发挥出各自最大的威力,那么恐怕是拥有詹姆斯与戴维斯的胡人,也难以招架得住。 可兴奋之余,我们不妨细致来分析胡人与篮网目前的人员构成。 横向比较,两支球队的阵容实力,却是哈登、杜兰特、欧文三位单打,近乎无解的球星。 能够在进攻端给胡人,制造许多麻烦,特别是胡人本赛季,在送走了布拉德利和丹尼格林,两位防守汉将之后。 仅凭卡鲁索、波普以及库兹马,恐怕很难对位篮网的这三位球星。 在内战方面,小乔丹虽然表现大不如前,但是他的身体天赋依旧在线,至少能够在防守中消耗戴维斯巨大精力。 这样看起来,篮网队也是目前最克制胡人的一支队伍。 不过,有两个方面,胡人队占据着绝对的优势,而篮网本身也存在着一些让人担忧的隐患。 其一,胡人队的进攻体系更加明确,那就是围绕着勒布朗·詹姆斯作为组织核心。 其他人只需要按照教练既定的战术开展进攻,以老詹历史级别的组织天赋,能够把胡人队的进攻梳理得井井有条。 这一点,对于篮网来说,就显得不那么顺畅。 欧文、哈登都是需要有球在手,才能发挥最大威力。 杜兰特更是持球一对一进攻的好手,但场上毕竟只有一个篮球。 如何平均这三个人的球权,或者说由谁来主导篮网进攻,是接下来纳辰需要好好考虑的问题。 其二,胡人队拥有超强的替补实力,除了首发五人之外,替补机上的库兹马、哈雷尔、大莫里斯、塔克、马修斯等人, 每一个,都是实力不足。但是篮网这边,在丁薇迪受伤之后,又送走了勒维尔,以及阿伦。 球队的替补实力,比起胡人差了不止一个档次。 如果真的打到总决赛,两支球队碰面,那么胡人队,在二阵容出场之后,能够占据到,巨大的优势。 对于篮网自身,所存在的问题,依旧是,场上球权分配的问题。 按理说哈登,属于更优秀的组织者,但想要欧文放弃球权,也几乎不可能。 杜兰特当初在勇士时,只有一个库里,需要分配球权,他的数据,就下滑了不少。 如今身边,又多了一个哈登存在,恐怕这也会是,接下来一段时间,严重困扰,篮网教练组的问题。 而哈登以及欧文,在球场上的态度,也很有可能,破坏球队原有的和谐氛围。 因此站在这些,观点上来看,个人并不是,非常看好篮网的,这套三巨头阵容。 And,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